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各地的疫情其实是处在一个快速的爬坡阶段 预计很快就会来到了高峰期 在山东的青岛公布 单日大概是50万人的确诊 非常的多 而且还在持续的爬升当中 在东莞当日的染疫超过了25万人 至少有2500多位的医护人员 他们感染了之后 还在继续辛苦的工作 而内蒙古的康巴时区也乐观的预测说 在元旦前这样的一个染疫高峰期 应该就会过去了 春节前这波的疫情就会告一段落 而为了要迎接返乡朝 其实大陆的春运 火车票在昨天已经开售了 而且并没有在院核酸检测 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 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将供应台湾5年100亿的美元无偿军援 但是国会却通过了拨款法案 没有将这笔款项给纳入 反而是提供台湾最高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 而且设定还款的期限是12年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 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包括在未来5年提供台湾 100亿美元无偿军援 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加速处理台湾军购需求 还呼吁美台联合军演 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泰演习 但是国防授权法案生效之后 还需要国会的拨款 才能够使预算到位 而最后通过的拨款法案 并没有列入对台湾每年最高 2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而是授权国务院提供台湾 最多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 还款期限12年 另外还在美国在台协会的预算之下 编列经费建立台湾学人计划 让联邦政府和资格的美国公民 来台湾交流两年 美方必须重视中方正当关切 停止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尤其不能以街相长方式 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 而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23号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王毅告诉美方必须重视中方的正当关切 要求美方停止打压中国大陆的发展 尤其是不能以街相长的方式 不断挑战中方的红线 记者综合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 四度的公开谈话中都提到了 保卫台湾这一项承诺 但是有一项由美国大学教授 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长期民调发现 在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援污的方式 让台湾的民众其实是更认清现实的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 假设大陆真的武力攻台犯台的话 美国应该是只会提供武器 而不会出兵协防 因此台湾必须要很努力的维持台海现状 以免挑衅中国大陆而引发了相关的战争 不过在这个部分 还要来持续看到的是 昨天是平安夜嘛 每天的每年的耶旦节呢 其实是在北美防空司令部都会出动了雷达 卫星高速的数位相机 让全世界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追踪 到底这个耶旦老人的最新位置在哪里 小朋友也能确实掌握 什么时候能够收到礼物呢 我们来看看 NORAD 准备 但在24日 我们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任务 就是 还在使用同企业 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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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用日常的 但是这次 是去追求Santa 我们已经做了这些67年 我也是很期待收到礼物了 根据了解 圣诞老人大概快绕完欧洲了 现在大概在瑞士到法国的这个期间 那追圣诞老人的行踪呢 其实是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一项公关服务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美丽的错误 因为在1955年的平安夜 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广告 邀请小朋友打电话给耶诞老人 却把号码给印错了 成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话 而当时的指挥官 于是就要求所有的员工 都必须要打 向打电话来的孩子们 回报耶诞老人当下的位置 而这个服务最后也变成了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传统延续至今 问问大家早上起来有收到礼物吗 我是决定自己买礼物给自己比较实际一点 不过在香港的新冠确诊呢 是重回了两万例 但是没有影响到大家过节的气氛 而且也没有影响松绑防疫 还有旅游进一步恢复正常的脚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安夜外出 观赏耶诞灯的民众是大增的 更有20米高的耶诞树 是闪耀维多利亚港 而旅发局的耶诞小镇 更请来韩兴任来点灯 向全世界是展示了香港欢迎游客到访 韩国艺人温为西九龙文化区的 夜诞小镇点灯 向国际宣扬香港 一后赴场 欢迎全球旅客丛林香港 他快散防港 去了太平山顶 也藏了地道美食 所以只赶回韩国 跟家人过夜诞 维多利亚港夜景 加上20米高的夜诞树 吸引大批民众及游客 前往打卡 这是香港旅发局 疫情三年以来最大型的活动 比台湾的更漂亮 更多样化 很棒 尤其西九这边很棒 围港两岸不少 建筑也布置了夜诞灯 尖沙嘴东部 除了传统灯饰之外 也有两座大楼 以82,000颗LED灯 组成4,000平方米的大屏幕 传递夜诞的欢乐 另一番店则变成民众的留言场 送上节日的祝福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加冬的细菌 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银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就是肯定了 只要你需要 相比较好 如果您还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